啊 国企指数了 跟着航生指数的的的成况差不多吧 都是这样的去 目前这个水平的话呢 再上方的空间啊 虽然是有 但是不是短持的空间 应该是比较中线的空间了啊 虽然来说了就是a股方面最近都是推动这个 h股方面最大的动力 但是上海综合指数占到去2800点这个水平之后呢 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左力啊 所以我觉得了a股跟h股市场两方面呢 在短期之内现做一个整顾